郭可颖上月嫡与老公林文龙及女儿林天若他女在港美景下大吃高级西餐 一同庆祝自己53岁生日 连日来也不停与家人及朋友庆生 前日19日轮到文龙56岁生日 却搞笑的在连锁市火锅店用扇 这兽型的举动更非常尴尬 另在一旁拍片的林天也忍不住笑爸爸的表情和动作 林文龙与佳人一间平民式火锅连锁店庆生 这品牌在内地及港都有很多分店 本来没甚特别 但最搞笑是他正身在中东杜拜 他们一家最近不时去旅游 即本集韩国之后又到了杜拜 日前他们到了当地 天若十分惊讶原来杜拜竟有唐人街 之后林文到了一间火锅店食饭 中途突然有四个餐厅值走到餐桌前唱歌 有个职员负责拍手间派新令 各就举其写上预见生日预见你报复是你报售你的灯牌 该间火锅店一向有为受醒庆祝生日服务 时刻可预先向店员提出预备生日惊喜 借就会有一般店员高举灯牌兼大唱生日歌 负责片的林天若全程记下这一幕 只见林文聋一脸 尬 并一同拍手附和 最搞笑是林天若见到这一 忍俊不禁 忍不住发出两下爽朗的笑声 而林文 随即望向女儿 虽然面带笑容 却充满无奈的感 林天若写上 Happy Birthday 并加上一个笑喊你帽子 但片段就未有拍 妈妈郭可盈 相信今次惊喜应是林天若一手册 星岛申诉网已推出全新项目区区有申诉 并增 我要赞取栏目 县城邀市民投稿赞扬身边好人 是 共建更有爱社区 立即我要赞取想帝更多精 内容 请立即浏览区区有申诉活动专页 星岛头 App经已推出最新版本 请立即更新 浏览更精彩内